泰国第一任女总理英拉竟然以罪人之身逃出泰国 很多人说她是个懦夫 根本不敢直面错误 直到2023年末 大家才知道英拉当时逃跑真是充满了政治智慧 泰国的政治制度非常复杂 混乱的泰国不允许英拉有任何身边的机会 如果不逃跑 等待她的可能是谁也想不到的结局 2011年7月3日 泰国举行国会下议院大选 这场选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因为在此之前 泰国各党派之间早就已打得不可开交 尤其是在泰国的军政府之下 谁都知道大选的结果将会变得非常复杂 军政府到底会不会出手 谁也拿不准 但英拉却凭借政治号召力 表示要为泰国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泰国 她所在的家族很快给予了全部的政治支持 而她所带领的帮派 赢下了整个议员当中的265席 获得了全胜 英拉成功当选为下一任总理 当时英拉刚过完44岁生日 她说这次大选是最棒的生日礼物 从此英拉成为了泰国历史上第一任女总理 她的当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在成为总理之前 英拉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 而且她的相貌气质极佳 能力又出类拔萃 很多人认为她成为总理之后一定能为泰国带来一些新鲜的空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英拉也确实是如此 但当务之急则是生存下去 英拉是中国人的后代 本来华裔在泰国就不是很受重视 但英拉的家族依然凭借她是能干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英拉的父亲曾担任过清脉国会议员 而英拉的母亲还有着王室血统 因此英拉的家族出了好几位著名大商人 同时在政治上家族也是意气绝尘 英拉的哥哥他信和姐夫宋蔡都曾担任过泰国总理 因此在英拉当选之后 泰国报纸直接以一门三总理为标题 报道了这次大选的盛况 英拉在清脉大学获得了政治与公共管理学学士学位 但却并没有进入政坛而选择成为一名商人 她开始投资当时泰国的卫星电视天线和电信业务 并且以此成为了著名的电信运营商 27岁那一年 英拉就成为西纳瓦家族旗下子公司的CEO 很多人都以为这只不过是这个家族给女儿镀金 可没想到英拉接手之后 却让公司的财富翻了几番 泰国前总理英拉为何要逃跑 这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英拉也被称为泰国的商界圣女 在2001年 她信当选为泰国第23任总理之后 家族更加如日中天 这一年 英拉也被称任命为泰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的CEO 她信在上台之后 明确表示要为普通民众谋取更多福利 同时还表示整个泰国已经沉沦了太久 必须要扫清门阀政治 要还泰国民众一个真正清朗的泰国 但泰国政界却不喜欢这样一个过于刺头的新总理 尤其是军政府的那些人 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所获得权利的不尊重 正是因为如此 她信成为了泰国总理 没多久之后就遭遇了政变 不得不流亡国外 2006年9月 她信流亡海外 整个西纳瓦家族在政治上彻底丧失了话语权 当时英拉作为一名商人临危受命 为家族出面竞选总理 所有人都觉得英拉只是进行最后的挣扎 可没想到她用实际行动 狠狠给了所有嘲笑的人一见耳光 哪怕是总理哥哥失事 英拉也总能通过种种手段挽回公司的颓势 甚至还让股票市值上涨了101% 同时她也开始积极竞选总理 通过哥哥的人脉赢得了许多支持 2008年 泰国新总理顺达威表示 明确支持她信政府的一系列举措 结果却被军政府政变推翻 最后她信的妹夫宋才 也被泰国人民力量党推选为总理候选人 可没想到 短短几天之后 就被泰国军政府以所谓贪污腐败的名义送进了监狱 而且还被判处五年不得从政 英拉不得不作为家族的领袖 参与到这场政治漩涡中 2011年英拉向泰国国会提出了不信任议案 这一次提案如同一颗炸雷在泰国政府当中炸响 让泰国阿皮士政府变成了惊弓之鸟 英拉获得了来自民众的支持 成为了泰国下一任的总理 她出任总理之后 开始引导一系列的惠民政策 以高于市场价 从农民手里收取粮食 获得了许多民众的大力支持 英拉想要通过这种手段来推动泰国的经济增长 同时也会将囤积的大米等到米价提高之后出售出去 让泰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大米出口国 但没想到 就在英拉政府盘算这段时间 国际两米价格直线上涨 尤其是印度等地区的稻米出口项目开始恢复 大米的价格从每吨一千美元跌落到了每吨三百九十美元 直接让泰国政府近乎崩溃 那些反对派根本不想与英拉同舟共计 而是立刻进行弹劾要求英拉下台 就在此时 英拉的一个小错误又差一点葬送了政治生命 英拉在2013年颁布一项特赦法案 想要让哥哥得以回归 可没想到反对派却立刻以此对其弹劾 2014年5月22日 泰国陆军司令发动军事政变 想要逮捕英拉 经过三年多的调查之后 泰国最高法院对英拉做出宣判 可没想到英拉却装病未出庭 等到泰国的军警赶到英拉住处时 房子早已人去楼空 原来有数名英拉支持者 尤其是多名高级警官 帮助英拉潜逃出了泰国 在离开泰国之后 英拉召开记者发布会 表示自己的哥哥曾经说过 你可以外逃活命 但绝不能留在泰国 这番话说得非常正确 英拉之所以会被打倒 无非是因为 她政治上存在失误 可哪个政治人物没有失误呢 但英拉如果不逃出泰国 肯定会被火速判刑 她的家族也会遭到清算 只要英拉不出庭 法庭也就无法对于她的家族 进行反攻捣钻 这样还可以保住整个家族 泰国的政治局势瞬息万变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哪一任政府就会改变政策 因此哪怕逃往国外 也不能留在国内 这可以说是 她信通过当总理 总结出来写的教训 英拉也听从了哥哥的教诲 逃往了国外 在逃离泰国之后 英拉先后辗转多国 最后在塞尔维亚取得了国籍 她曾经表示 如果泰国政府不赦免自己的话 就只能老死在欧洲了 但她更希望能回到祖国去 正所谓一直等待便有希望 随着泰国军政府被推翻 新的泰国民选政府上台 由于她信和英拉在位期间 曾经提出过很多惠民政策 因此他们受到了民众的欢迎 要求新政府予以他们平反 很快 英拉就获得了平反消息 被撤销了一切指控 终于可以顺利回到自己的祖国了 英拉曾经明确表示 自己不希望再参与到政治中 也许过去的从政经历 让她过于伤心 她更希望回到祖国度过余生 对于每个游子来说 能落叶归根都是最好的选择 尤其是对于相当重视 家族感情的亚洲人 英拉能得到特赦 可以说是坚持的结果 也让我们看清楚了 泰国政府到底有多么的草台班子 很多人说 在她信和英拉归来之后 西纳瓦家族将会再一次迎来辉煌 但经历过太多劫难的西纳瓦家族 可能更希望从此作为一个商业家族而存在 不想再继续涉足政治 毕竟政治的水到底有多深 这个家族的人已经领略够了